《勞亡王妃》 《勞亡王妃》是田中倦代 由黑白迈向彩色的野心之作 《承报》的颜色非常之浓烈 故事都追求情感上的饱满和起伏 故事以满洲国王妃为原形 说的是日本贵族少女龙子 她接受了政治婚姻 软嫁满洲国 从此她的人生就在政治和时代的风浪当中 喜喜复复 《勞亡王妃》不但是女性的视觉 还是从家庭的内部 去看回日军侵华这一段的历史 在当中王妃、母亲和妻子这些角色 全部都没有好华丽的装饰 反而是要面对很多遗憾 田中倦代的作品当中 比女性最好的赞美 从来都是超越了外在的虚服的 而是强调在苦难当中 她们精神上面的坚毅和高贵 《勞亡王妃》的编剧是《和田客实》 她是田中倦代合作的第二位女性的编剧 《勞亡王妃》这部戏 我们可以看到田中倦代想表现史诗的意图 还有她在战争当中 用一种很势力的女性的感知 去塑造了一些女性的群像 和田中倦代表现史诗的女性的编剧 和田中倦代表现史诗的女性的编剧